哈喽大家好,我是娜娜,记得点赞和订阅关注哦 转眼间,三生三世整上书,以超前的点播方式收官 想必很多付费的小伙伴们都观看了吧 期待三年的作品总算是迎来了最后的结尾 如大家预期的那样,凤九和帝君终于走到了一起 而且还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白滚滚 之所以整上书能够有如此高的热度 多亏了当年杨幂的那部作品《三生三世整上书》 原书作为仙侠类作品,一直以来深受大家的关注 何况还是杨幂的古装片 为此,早在开拍的时候就已经有着很高的热度 播出之后也不负众望,获得了口碑收视双丰收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杨幂不但把《三生三世整上书》给带火了 还把剧中主演们也给捧红了 其中最为关注的应该是高伟光和迪丽热巴这对CP了 他俩饰演的凤九和帝君 是剧中除了男主、女主之外 最让人喜欢的,也是让人心疼的 心疼的原因是明明帝君和凤九相爱 却不能够走在一起,特别是最后一幕 告白那一刻,估计把所有观众都给带哭了 就这样,十里桃花还未收官时 《三生三世整上书》就已经被广泛关注了 因为在这一部系列中是续写帝君和凤九的爱情故事 果然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刚收官没多久 就迎来了《三生三世》即将开拍的好消息 然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原版制作和主演亲自回归打造 这对粉丝们来说,真是一个大惊喜 毕竟很多粉丝期待《三生三世》 都是为了迪丽热巴和高伟光这对CP来的 如果换作别的热门明星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 所以制作方也抓住了这个要点 把大部分的原版演员都邀请回来 刚好当时大多数的主演都是在嘉行旗下的艺人 所以迅速就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随着《整上书》的开播 这一部作品也不负众望获得了成功 还有一件事就是《三生三世》《整上书》的播放量 平台已破60亿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了 很多人都是真相定律 觉得《三生三世》《整上书》越来越好看 越看越上瘾 这个播放量也是对一个作品的肯定 因为《整上书》的走红 剧中角色高伟光和迪丽热巴也再一次爆红与网络 迪丽热巴一人指数连续很多天都是第一 高伟光也上升到了第八 那么你们喜欢他俩吗 《三生三世》《整上书》是唐七公子《三生三世》系列故事之一 作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姐妹篇 从筹备开始就备受关注 2018年11月19日此剧杀青 2020年1月22日终于在千呼万唤声中开播了 自上线以来《三生三世》《整上书》 连续18天夺得了单日播放量冠军 时至今日《三生三世》《整上书》 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60亿大关 从豆瓣评分5分月至6.3分 观众被白凤九与东华帝君这一段 《三世》情缘深深触动了 3月5日《三生三世》《整上书》迎来了点播大结局 东华凤九在经历了星光大阵打败 魔尊秒落后 大团圆相守 白滚滚给了帝君一个意外的惊喜 碧海苍临东华帝君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尽管是有情人忠诚眷属 仍旧留下许多的遗憾 剪辑成为最大的杯锅侠 整部剧集以英雄秀美为开端 围绕救命之恩 凤九千方百计昏入 再成功做婢女 到十二连花境 花生小狐狸救帝君 陪伴帝君凡间经历情断之苦 随后又经历阿兰若之梦 整个故事前半段太冗长 以至于到六十集开始 剧情进入了二倍速度阶段 太多名场面 散减成为了观众的一男瓶 遗憾一 凤九与帝君没有完成大婚 经历了种种磨难 凤九与东华帝君终于相知相许 走在了一起 殡葬之礼上帝君一招秒杀 皮草魔君 聂出淫 本来缓缓洗洗的大婚 最后因为饥横的搅局 与秒落魄结界出现 最后成为了凤九的心结 错过了两百多年的相守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百浅到婚前夕 打碎了结婚灯 因为素素遭遇责怪夜华 最后夜华以原神祭敦煌中 两个人没能举行大婚仪式 如今 凤九的大婚只有加一 却没有仪式与新郎 哪怕到了那结局 依旧没有婚礼 这也成为了观众的遗憾点之一 遗憾二 一家三口的团圆细分被删除 本来预告花絮里有 帝君一家三口的有产细分 可是由于最终大结局被删减了 作为主角人物线 在第五十六集中 帝君一家三口细分稍显不足 反而 姬恒与魔君厌尺无细分略多 在观众心里 对于番外有着特别的渴望 可是最后都没能看到 这也不免成为了最终的遗憾 白滚滚与阿黎这两位清秋后代 也没能在结局上 借上一面成为观众的一男嫔 不过在官方话续中 这两位小仙童同病相连 被夫君赶出寝殿 一起数星星的场景 还是十分可爱逗趣的 遗憾三 核心部分 天命时一语带过 凤九与帝君本来圆浅薄 这在三生三世十历桃花中就成叙述 凤九砍下一条尾巴 作为执念 显而在三生十上刻上帝君的名字 最后失败 两人无法相守 各自安好 其实在三生三世 整上书中 对于天命还是有笔墨的 在阿拉若之梦中 帝君使用叠咒术 召唤天命使者 探究两人的缘分 两个本来无缘的人 因为陈华与阿拉若的故事 生出了浅薄的缘分 在得知凤九所作所为后 帝君霸气回应 天命说有缘如何 无缘又如何 本君不曾拒天命 也无需天命施舍 这一段电视剧改编 就由丛林三言 两语一笔带过 可是这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 删除了这一段 对整个故事衔接颇为不利 遗憾四 各类名场面被删减 剪辑略显混乱 《三生三世》展上书 原来有六十集 可是最终只播放了五十六集 这四集内容的删减 让观众受失了许多名场面 比如帝君霸气侧漏的 上古大战 东华帝君用血熬粥 滋养凤九神魂 在凡间 凤九子一翩翩 为宋玄 人起舞 凤九不甘之鹤 被宽树捏碎茶杯 树木叶从蛇阵中救出阿兰若 陈华为何误会阿兰若 成为了终身遗憾 东华为姬衡吃药 致凤九伤心等等 这些名场面 不仅仅是故事的核心 而且对于人物的塑造 感情转变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时间长的原因 删除了这些镜头 让整个故事不连贯 观众看得不明 所以 这也成为整部剧 让人一难平的一点 三生三世整上书 延续了三生三世 十丽桃花故事 许多人物 还是原来的味道 爱说八卦的 连宋三殿下 勾穴鼻祝 私命仙君 四海八皇第一好闺蜜 成玉 户短又爱喝酒的 折颜上仙 美丽端庄的姑姑白浅等等 当然 一些新出现的人物 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笑 如铁憨憨 小燕壮士 有故事的明君 谢孤舟 深情不悔的 叶清蹄 为爱犯傻的 比翼鸟族 蒙少 奉酒 前卫婚夫 昌仪神君 三生三世 枕上书 虽然大结局了 但是 连宋和成玉 还没着落呢 这一对 也是经历了 三生三世情缘 希望这一对 副线couple 也能够 有情人忠诚眷属 这个不完美的结局 是不是告诉我们 可以期待一下 他们的故事呢 其实呀 枕上书 刚刚收官 又一部 三生系列的作品 微博鲜火了 它就是 唐奇公子的 第三部 三生系列 三生三世 不生怜 只要看过的 小伙伴们 都应该知道 这一部讲述着 连宋和成玉 之间的爱情故事 对于连宋成玉 这一对小冤家 相信大家 从十里桃花 就开始有印象了吧 作为九重天中 最逗趣的两个人 每天几乎都在互损 然后怼得越多 就证明爱得越深 只可惜 当时大家的关注 都在 白浅和叶华 凤九和帝君 两对couple上 忽视了 这对小冤家 而在三生三世 展上书中 因为连宋的戏份增多 而渐渐成为了 大家的焦点 更重要的是 他俩还是原班主演 没有更换 大家开始期待 他俩能够有个 完美的结局 只不过 这部小说 还在连载中 估计还需要等 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期待 三生三世 不生连的开拍吗 欢迎留言哦 大家期待